為什麼有了老婆 為什麼老婆有了小孩之後 不喜歡做愛? 那其實女生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然後到生完小孩 其實在第一個是荷爾蒙的轉變 除了會讓女生有一點點 心情上面的產後憂鬱的情況 那其實這個情況 如果能順順的過去 但是很難 那個在產後憂鬱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需要老公的幫助 但是因為男生在台灣 還是比較偏向在外面工作的 所以其實女生在那段時間 當你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 本來就很難有性慾 那加上因為荷爾蒙的快速下降 快速恢復 會讓女生有憂鬱的 偏向憂鬱的情況產生 所以其實第一個 就生理上來說 在這邊就比較難有性慾 這是很正常的 那第二個呢 如果你發現你的太太比較沒有性慾的時候 你要先去了解太太 反省自己 了解太太為什麼會不喜歡 通常除了荷爾蒙的轉變 因為心情不好 然後沒有性慾之外 有些太太不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太來自於疲累 你想想你上班一整天 如果男生在聽的話 你上班上一整天很累的時候 你其實也會沒有性慾吧 女生相同的也是一樣 你們不要小看家庭主婦欸 我之前我弟弟生小孩 我弟生三個 我光幫他帶小孩 我都覺得好累 家庭主婦它是一個 我覺得全世界最累 又沒有薪水 還會被人家覺得 好像很閒的職業 我覺得這樣主婦真的很辛苦 所以如果你發現 你的老婆不喜歡做愛 你要先想想 是不是她太累了 那家裡的家事 是不是都她一個人在做 或者是因為我覺得 嗯...其實一個家是兩個人的 我覺得丈夫是要跟老婆 一起做家事 而不是說我幫你 沒有誰幫誰 家庭是兩個人一起的 沒有誰在幫誰的這種東西 就是互相這樣 那第一個 你要去了解太太 她拒絕做愛背後的原因 如果是太累的話 那你就當然是幫她分攤一些 幫她分攤一些疲勞的工作 譬如說做家事你可以幫她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幫她減輕負擔 那如果帶小孩呢 其實我覺得夫妻除了有小孩 除了要就是把重心 放在小孩身上之外 其實你們要抽一點時間出來 放在兩...找回兩個人身上 不然很多夫妻會因為 生為小孩之後 重心就是轉移 那其實就會漸漸的忽略掉 兩個人之間的緊密 那其實婚姻跟感情一樣 都是需要經營的 經營很累 但是你們要記得經營很累 可是那個幸福是很獨一無二的 只有你們兩個可以感受得到 那還有就是 主要是疲勞啦 因為我們的幸 就是你會有慾望 才會...要有慾望 你才會想去做愛嘛 那你沒有慾望 基本上心情跟疲勞 就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了 所以先去了解你太太 為什麼會這麼累 那還有就是她是不是心情有一些壓力在 或者是婚後換了一個家庭的環境 她是不是有其他的壓力 來自於不同環境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都是需要你 平常去關心她的 因為...嗯...有些人不善於言喻 不會說話 那其實會表現在她自己的身體上面 那還有再來當然就是溝通 你如果發現太太都完全不做愛 或是已經很久時間的話 其實你要好好地跟你太太說 讓她知道你很需要這件事情 那也不... 重點是不要勉強她 因為你越勉強 對方只會越排斥而已 那重點是溝通 你可以了解一下 對方的原因 那當然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你不喜歡做愛 或是你沒有慾望 你也可以跟你的先生說 我不是不想跟你做 只是因為我現在 因為什麼什麼原因導致我也沒有慾望 所以我可以幫你 但是...就是你們用你們的方式解決 其實我現在講的任何方式 不一定要照著我 就是我很常在直播 或者是在教學的時候 我會說 你們常常會問我一些答案 有沒有什麼SOP 或是什麼的 其實我很不喜歡提供SOP 因為兩性跟性裡面 本來就沒有SOP 也沒有什麼時間到了一定要幹嘛 因為只有你們兩個最清楚 你們兩個的個性 跟你們兩個最需要的是什麼 這樣懂嗎? 所以其實老婆有了小孩 不喜歡做愛這個其實很常見 第一個就是心情 第二個就是累 你反過來想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工作累的時候 你也會不想做吧 那所以你要體諒一下 你的太太 因為帶小孩真的是一件 非常累的事情 然後一直專注在小孩身上 怕她跌倒 怕她哭 怕她鬧 怕她睡覺的時候沒有呼吸 這些壓力根本就會讓一個人 完全沒有慾望 這些就是很正常的反應 好 再來第二題 男友喜歡口交 但是他不喜歡幫女生口交 那女生在久了之後呢 他開始拒絕男朋友的口交之後 男生不喜歡做愛了 那男生在前戲的時候呢 會拒絕使用情趣商品 因為男生覺得情趣商品 有損男性尊嚴 我現在先跟你們講 男生喜歡被口交 這個是女生願意幫你口交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只享受別人幫你口交 但是你卻不願意幫你的女朋友 做前戲的人 我覺得非常的自私 除非你女朋友願意 不然你會發現 你如果只顧著自己享受 你都沒有顧到對方的感受的話 你的女伴 只會越來越不想跟你做愛 那個原因不是來自於女生 什麼慾望低還是怎麼樣 原因是來自於你沒有讓她 喜歡做愛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有人不喜歡做愛 只有那個經驗是不好的 只有她做了不好的愛 她才會不喜歡做愛 所以當一個人不喜歡的時候 你要檢討一下 你自己給對方的互動跟回饋 你是不是少做了些什麼 你在期望別人幫你口交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幫對方做前戲 我前面講過很多次了 前戲對女生來說非常的重要 前戲除了觸摸音部之外 從前面的甜言蜜語 或者是燈光啊 氣氛啊 晚餐啊 這些都非常重要 所以 所以男生其實你們不要 小看這些東西 你把你的 你把你的女生 你把你的女伴 讓她享受在性愛裡面 你看著她的反應 她的回饋 所以我相信你會更享受 你們之間的性愛 那如果你覺得前戲你不會做 你的手不會摸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情趣玩具 都沒有關係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用了情趣玩具 是不是代表我沒有男性尊嚴 好像我沒有面子 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會做愛的 你可以先用一些東西輔助 練習久了之後 你自然而然會用你們兩個 屬於你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去找到你 這都是需要練習的 那練習當然前面會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經驗 或是比較讓你害羞啊 尷尬的經驗 那沒有關係 這不是考試 那做愛的方式 也不是取決於你有沒有男性魅力 重要的是真正的男性魅力 是取決於你對女生釋放的溫柔 還有你對她的尊重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麽女生好像什麽都喜歡外國人 是不是他們的陰莖 比較長、比較粗 但其實不是 除了技巧之外 外國人比較會尊重女生的感受 他們不怕問女生 他們會問、會感受 當然大部分 但是有些台灣男生也是會問 那有一些比較... 嗯...不知道是個性傳統還是怎麽樣的男生 他們會覺得說 問了好像會沒有面子 你們不要再把面子這個東西 放到兩性還有性愛裡面 因為這樣子只會造成更多 你們之間的隔閡而已 你覺得對方... 你怕對方不舒服 你就問他 這樣舒不舒服 還是要怎麽樣的舒服 或是你可以去買一些情趣玩具 一些會震動的小東西啊 那就幫幫對方吧 女生的因地高潮 然後你看到了他的反應 他的回饋 你也會很有成就感 那當然他因地高潮之後 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你再放入你的陰莖 他也會更容易達到陰道高潮 懂了嗎? 所以會用情趣玩具 會懂得顧慮女生感受的男生 男生絕對不是沒有自尊 也不是沒有尊嚴的人 我反而覺得懂得顧女生感受的男生 非常的man 而且很...很好 所以男生不要再 不顧女生的感受了 性愛裡面 對方的感受非常的重要 就像你也希望 對方重心的感受是一樣的 好